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小明画了一张画 他对这张画特别满意 就拿给小丽看 小明对他说 小丽 你看 这张画是我画的 怎么样 不错吧 你看看 你觉得我画的是太阳出来 还是太阳下山 小丽一眼都没看 就说 不用看 我就知道 小明觉得很奇怪 就问道 真的吗 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丽笑着对他说 当然啦 我问你 你每天几点起床 小明回答说 一般下午四五点钟吧 小丽说 对啊 我认识你已经五年多了 你几乎都是晚上不睡觉 每天下午才起床 如果你画的是太阳出来 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小明 小明画了一张画 他对这张画特别满意 就拿给小丽看 小明对他说 小丽 你看 这张画是我画的 怎么样 不错吧 你看看 你觉得我画的是太阳出来 还是太阳下山 小丽一眼都没看 就说 不用看 我就知道 小明觉得很奇怪 就问道 真的吗 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丽笑着对他说 当然啦 我问你 你每天几点起床 小明回答说 一般下午四五点钟吧 小丽说 对啊 我认识你已经五年多了 你几乎都是晚上不睡觉 每天下午才起床 如果你画的是太阳出来 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期待的不是谁 而是有你的冬天 我期待的不是谁 而适合你的遇见 我期待烟花满天 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 我期待的不是谁 而是有你的冬天 我期待的不是我 而是归根的落叶 我期待人败乐的我和你 相拥走很远很远 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 感谢观看